和大家分享幾則推特 挺有趣的 第一則 俄羅斯的媒體報導 說台灣的國家安全局局長表示 明年台灣爆發紙爭的可能性很小 很小很小 但有甚麼有趣呢? 有趣的就是 俄羅斯朋友的評論 給大家看幾個 一個就說在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之前 我們認為是做不到的 不過照他做吧 搞定 厲害 另一個就說 我們通過黑赤海峽佔領了亞美尼亞 解放軍可以通過台灣海峽佔領了台灣 另外一個就說 在當時我們以強大的火力 掩蓋了克里米亞的海域和領空 結果沒有人來 沒有人反對 另外一個就說 在2008年我們進攻格魯吉亞之前 北約也呼籲我們要對我們進行軍事干預 戰鬥爆發的時候 讓你私固民團首先離開 台灣現在有小撮美國海軍陸戰隊 他們只能在這裡偷東西 都覺得挺好笑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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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